正前方这一片办公楼啊 这就是美团北京的总部 这属于北京的旺京地区 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啊 看一下它西边啊 那个楼是摩托罗拉 这个方向这五栋楼啊 这是旺京第一豪宅啊 万和公馆 这里边住着好多的名人啊 像鱼和尾 吴越等等 这个方向这是阿里巴巴的总部 这边还有绿地集团 金规集团 这好多的办公楼 这边区域被称为北京第二CBD 看一下这美团的办公楼啊 很有气势啊 给大家转一下啊 它这边好多楼 因为它部门不一样嘛 看这写的是锐创国际 这个美团的老板是方兴 身价1700亿 但是这些办公楼啊 虽然说是总部 但不是他买的 是租的 包括旁边的阿里巴巴 三栋楼也是租的 不过好像是马云在莱广营那边 正在建设阿里北京总部 47万平米 68个亿 但是这个 美团好像是一直租着 它起家也是北京啊 看一下出来的这都是美团的员工 美团的工作证都是黄带子 估计这美团的员工啊在这边 这总部嘛估计也得有一两万人 北京好多企业的总部 你像刘强洞的总部 是在东南五环 建了五六栋办公楼吧 字节跳动 是在北三环 不知道这个美团 是怎么规划的 都是租的房子 前面这一栋 这边是旺京科技园 都是办公楼这一片 这右侧还有 再一会儿进去看一下 从网上看了几篇关于美团的文章 说是美团这边没有食堂 也没有零食饮料 只有饮水机出的热水和凉水 这边这个楼里办公的是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现在归美团了 南边了一下保安 南边这一片楼 这也都是美团的 这一片楼叫横积尾翼 这规模庞大 这美团这一年的租金 也不少 感觉有几十万平米这里 这边都是美团的办公楼 这个是C座 这是A座吧 这个位置有一个美团的logo标 综合指挥中心 这里边转了一圈 这美团一共有六栋办公楼 规模巨大 旺京科技园区